黑死某此生最大的心愿 就是让季国元毅从这个世上永远消失 这极度之火是如此强烈 竟在他年幼时就剥下了仇恨的种子 在经过昼夜不停的恶毒诅咒后 严慎的愿望终于实现 元毅居然主动离开家族 去深山的寺庙中进行苦修 虽然父亲也曾派人寻找 但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那个曾经的剑道神童 如人间蒸发般从这世上消失的无影无踪 严慎表面不露声色 内心却如解脱般欢呼雀跃 无论他被人绑架也好 还是被野兽吃掉了 严慎的愿望都已经实现了 时间一晃又是十年过去 严慎接替父亲成为一方领主 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生活变得千篇一律波澜不惊 严慎很享受这种安宁 但内心深处又开始渴望战斗 而老天也回应了他的可求 在某个漆黑的夜晚 严慎第一次遭遇恶鬼袭击 就在他命悬一线之际 一道熟悉的身影突然从天而降 将面前的恶鬼一刀斩首 内队被称为继国元一的童年恶梦 又一次出现在了严慎面前 与孩童时代的玩闹不同 元一的剑术已经趋于跨界 甚至连恶鬼都能轻易斩杀 也就在看到元一的那一刻 严慎心中的极度之火被再次引来 他无论如何都想得到那强大的使用 想学习他那出神入化的杀鬼剑解 于是他抛弃了家族和妻儿 跟随元一一起踏上了猎鬼之路 而元一也表现得非常大 只要有人询问 他就会毫不吝啬地倾囊相受 甚至还为每个人制定了各自擅长的领域 于是随着时间推移 修行者们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呼吸方法 随着斑文见识的不断增加 鬼杀队的实力也开始迅速提升 甚至连严慎的额头上 也出现了和弟弟一样的斑文 但两人之间仍有差距 因为不管他如何努力 都无法练成日之呼吸 但严慎也并没有因此放弃 他相信只要自己不断努力 就一定能超越元一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鬼杀队的斑文见识 却开始接二连三地离弃死了 众人调查后得出结论 斑文会透支人类的生命 所有的斑文见识 都会在25岁之前离开人世 这也意味着严慎已经没有时间 也不可能超越元一了 就在严慎心灰意冷时 无惨给他提供了另一条思路 只要化身为鬼 你就可以得到无限的寿命 只要你不断修炼 超越元一就只是时间问题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严慎就单膝下跪向无惨表示忠诚 纪博言圣从此消失 世上却多了一个名叫黑死谋的恶语 黑死谋以为自己只要摆脱寿命家族 就能成为天下第一 可在60年后 与纪博言一的再次交手 却将他心中妄想砸得粉碎 只要纪博言一还活着 他就永远无法将其超越 心中的怒火无法发现 黑死谋直接挥刀颠尸 元一的身体被一分为二 珍藏在怀中的笛子也断成两件 而时的回忆突然涌入脑海 他似乎又看到元一在捧着笛子对他威胁 身为恶鬼的黑死谋居然流下眼泪 他终于杀掉了自己最恨的人 心中却没有半分喜悦 再回头审视自己数百言的漫长一生 最后的下场竟是如此凄凉 他记不清父亲母亲是什么样的 也不知自己的妻儿是何下场 为了追求强大的力量 他舍弃了家庭 舍弃了人类的身份 甚至还斩杀了自己的后代 连武士的尊严都一并丢弃 在极度的执念中挣扎了数百年 最后却什么都没能改 也什么都没能留下 既然有你这样的天才出现 老天又为何要让我陪着你一起出生呢 继国元一 你能回答我的问题吗